晚间消息告诉你 李前总统今天晚上提前欢度86岁的生日 而洪血林之一热情祝寿 也让李前总统开心地抛开台联人士争议 争网当起了九国英雄 而他说他的生日愿望就是能够再为台湾拼下去 也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够多为台湾牺牲奉献 同时李前总统还透露了 他想再去日本一游奥之戏道的新年幸运 祝你生日快乐 这六层满满都是草莓的生日蛋糕 李前总统欢度86岁嘛 好久不见了九国英雄 当然要宠出江湖 新春快乐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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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感谢 感谢 感谢 因为杨毕好久没回红洗山庄 触兵GAP还是这么热情 怎么能不甘 提前欢度86大寿 老人家许下新年新希望 让国家领导人懂得什么是牺牲奉献 不过来帮李前总统庆身可别忘了超抢手的神秘伴手礼哦 86岁大寿不送阿辉寿逃 送你甜蜜蜜小蛋糕 李前总统气色红论 抛开台联人是争气 他迫不及待向记者炫耀他的血拼战利品 嘴上没说 不过真正的生日愿望就是 今年春天一定要如愿意游日本澳枝系党 TB新闻李国阵令张君桃源报道 还好但您关心扁苏关系又起了微妙变化了吗 现在未传 陈总统为了维持四大天王的平衡 将在党内初选前撤换苏贞昌 不过陈总统今天是罕见主动否认 将撤换隔魁的说法 而且还公开力挺苏贞昌做得很好 通常在90年前 宴请警官都有了饭局 苏院长才开春 就突然提早未落 行政院三长和贴身随护 只是财宝王干警 隔天的传出陈总统考量四大天王 得正在同个起跑点 由于在党内初选前先换掉苏贞昌 这么敏感 陈总统竟然罕见地停下脚步 这真的是前几天才否定苏贞路线 还说有些权力不是说放就能放的陈总统吗 在2004年 我就以总统兼主席的身份 来这一个参选 也没有问题 那我也了解到代子参选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对 哪些人有利 其实也有他不利的地方 连备受卸信力委抨击的隔魁带职参选争议 总统都先帮孙昌当起挡箭牌 而乔乔乔一早就到行政院加班 心情不受影响 虽然选前级杜翔请辞 不过选后情势批变 能冲一步是一步 高层透露 过去肖万长也是以行政院长身份 和连战组成连校配 只是翔归翔 倒是过两天 另一位天王民进党主席游细婚 将随总统出访 外界解读是总统可以拉拔 看来总统一下挺苏 一下拉油 似乎有一重回制高点 玩起恐怖平衡 避免提前摆卡 TB新闻正好报道 民营党党内出血问题还没搞定 不过现在陈总统在高雄市长选举前 允诺千军南部 倒是真的有行动了 这是由前代理市长陈其迈帮忙物色 看上了农十六重化区一户百坪豪宅 要价1600万 而介绍老板豪气的说 如果是总统喜欢 免费赠送 总统搬来高雄住 真的有点 前高雄市代理市长陈其迈 正积极帮忙物色合适的房子 问说你们无障碍设施坐怎么样 然后到电梯那边的时候 稍微看一下电梯 然后说这个轮椅是不是可以推进去 在北高雄南高雄市上 都有几个地点是相当合适的 房价大概一坪 也大概12万到16万 陈其迈帮总统看的房子 大坪数99坪 宽敞的客厅 明亮的卧室 还有超大餐厅 采光好是野家 位在市政府预定地的农石六重画区 交通方便 一户要价1600万 气派豪华不在话下 但是第一夫人行动不便 这个房子真的适合吗 语音系统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 他跟你讲说这是几楼 然后你如果是 就是眼睛看不太清楚了 他还有那个触摸式的 豪华宅邸 老板豪气的说 只要总统喜欢就送 我两个都送 送在他们的隔壁 一人一间 老板爱说笑 但事实上马主席 真的也想来高雄买房子 住在前阵 可以让跟一般的劳工打成一片 在哪边跌倒 就从哪边站起来 所以我们积极的主张 马主席应该住在前阵 来从帮国民党在前阵 来开拓更多的选票 和高雄人拨甘情 立委历见马主席 住在劳工朋友比较多的南区 这和总统喜欢的农石六特区 一南一北 两大政治明星 连房市也要互别苗头 TPS 胡志诚 高雄报道 在这里特别代表公司 向各位致歉 对不起 所以现在double booking处理的 这个进度怎么样 很快 很快 在桃源站要上车 都移到这里 不是说有508个case 那高铁局长 昨天打了40分 你觉得分数可以接受 我想我都接受 都任何接受 我们表示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需要去努力 努力道歉加弥补 果然让旅客们大声欢呼力挺高铁 欧静德全程陪同旅客 体验高铁的急速快感 8点15分 列车进入新竹站 欧静德亲自督导 不敢漏掉细节 因为连日来 外界都在检视高铁 吃饺子老虎鸡 他们都这样子戏虐说 我们的购票戏 惨愧 这叫我们都要处理 不要找理由 一班一班加班车出发 欧静德9点钟赶回板桥 接下来又带着旅客们 南下高雄左营 车上民众超级热情 高铁的高铁的高铁 谢谢你打得这么好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你们 从北到南高铁直行家 欧静德来回奔波 一个上午就三次 看得出他用实际的行动 来打动旅客的心 这位新闻张一鸣 两人听随行采访报道 不过高铁通车第二天 您相信吗 其实您也可以带 自己家的宝贝宠物 一起来搭高铁 而高铁是规定了 只要把宠物包装完全 不要让排泄物溢散出来 就可以带宠物加入高铁 以日游 不过柜台人员说 还有一个规定 就是宠物体重 不能超过三公斤 高铁通车 遇到第一个周休假日 闸道口涌现排队人潮 可是在人群中 连马尔祭司 还有小白猫也来凑人了 不过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 可以搭高铁吗 要特别把你们家狗鱼一起带去 因为他宝贝 他比青人还宝贝 原来他叫嘟嘟 为了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 嘟嘟不但精心打扮 绑了蝴蝶结 披了秋冬最飞鲜的披肩 主人还帮他准备水壶 外加哈喽Kitty 重点是嘟嘟可以搭高铁 墙上的旅客须致有说明 只要宠物包装顽固 没有粪便露出之鱼 就可以搭高铁 所以赶快把他的头塞回笼子里 就OK啦 不过高铁也建议 宠物的体重不能够超过三公斤 问题是这三公斤要怎么量 看来看去 入口处根本没有秤子 难道要目测吗 比卖菜还难吧 有旅客质疑 有些猫狗身上可能有异味 真的要比 说不定没有洗澡的猫狗 比不准带上车的泡面 臭豆腐还臭吧 不能在高铁吃泡面 却可以带猫狗好像怪怪的 猫狗的异味跟泡面的异味 比起来 就不一样 像猫狗这边可能就要看实际的状况 高铁人员说 没有遇过臭味很重的猫狗 还不清楚如何处理 或许到时候再说吧 听阅新闻 刘一坤 张美琪 赖斯豪 古彩燕 台北报道 至高铁左营站前的马路状况 这两天交通有点乱 因为这个路口禁止机车进入 但是机车停车场的标示 却要骑士往前面骑 而许多骑士到了路口之后 搞不清楚状况 只好在路口发胎 而发现骑错路了 还得360度大回转 让骑士骂声连连 高铁左营站之前 交通警察拼命的吹哨子 不断比划 再看看路口 怎么所有机车骑士 大家都表情错愕 实在机车就有九台 得逆向大回转 唯性免得是加速往前冲 差点被拦下来 到底怎么了 这也是左营高铁站前面的马路 记者所在的这个地方 旁边这里有机车道 但是对面却是进行机车 而诡异的是 旁边就是机车停车场 小仔细了 机车禁止左转的牌子 这边有一个 另外一头也有一个 机车禁止进入的标志 但是左营站的机车停车场 告示牌 也很清楚 就在不到100公尺的地方 一条路 一边有机车道 另外一边却是机车禁止通行 那到底叫骑士 往哪边走 要不然都可以转弯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好不然都可以 结果不然要进去 那你弄那个牌子干什么 就是找人家划钱 你这个路口根本就不能左转 机车过去就一定会被开发单 摩托车又只能停路边 路边又会拍照 那叫人家怎么办 骑士搞不清楚方向 不是乱骑车 就是乱停车 连脚大车也搞不清楚 应该往哪边骑 堂堂高铁左营站之前 这样的规划 骑士是马翻天 央人行道塞满机车 设置红线边缘乱停车 交通乱骑马车 对面全速太阳 胡志成注意容 高雄报道 不及旦方向 自我 说 打 Nor